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啦 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了一些好像我们华人啊 我们的一些习俗里面啊 都有一些神兽啊 例如青龙白虎啊 朱雀之类的啊 当然也有一些凶兽啊 例如穷奇之类的啊 那么今天呢 我就要给大家了解一下 其实呢 我们所谓的神兽呢 不只是青龙白虎他们而已 其实还有很多的 今天呢 我就要跟大家一起细谈一下 关于龙的九个儿子 好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我们的话题吧 好了 首先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龙的大儿子啦 龙的大儿子呢 就叫做球牛 也就是一头龙跟一头母牛生出来的孩子 他生平呢 非常喜欢音乐 而且呢 他有时候呢 就是很喜欢在别人弹琴的时候 就趴在那个琴头上 欣赏人家弹琴 我们也可以说 他是一个音乐天才 因为呢 他甚至可以教导人家 或者指点一些高手 在音乐上面的知识 也因为这样呢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呢 就在他们的乐器上 都吊刻着他的省下 例如汉族的浮琴啊 义族的龙头乐琴啊 白族的三弦琴啊 以及藏族的一些乐器上等等等等 都有着他的那个肖像在那里面 龙的第二个儿子呢 就是鸭子 是龙跟一头母豹生下来的孩子 他的形象呢 就是他有着一个龙的身体 豹的头 他的性格非常的刚烈 而且最喜欢做的东西 就是到处跟人家打架 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的嘴巴总是当着一把宝剑 看到谁不爽谁 就去打谁 而且呢 他也常常为了一些小事而打架 也因为这样呢 也诞生了一个成语 叫做牙字必爆 这个成语呢 也就是形容非常小气的意思 同时之间呢 这个牙字呢 在古代呢 它也是有这个压杀必邪的作用 所以古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把牙字 弄成一个避邪的毒疼 来拿来做避邪用 除此之外 牙字呢 因为他总是喜欢 担着那把尖嘛 总是喜欢咬着那个尖 咬着那个兵器嘛 所以古代呢 很喜欢用他的形象 来打造啊 雕刻在兵器 或者是尖顶上 以撞气势 龙的第三个儿子呢 就叫嘲讽 也就是龙跟一头母狼生出来的孩子 这一个嘲讽呢 他不但象征着吉祥 而且他还能震慑妖魔 他最大的爱好呢 就喜欢躲在高处 寻找流离在人间的妖魔邪水 所以古代人呢 就会常常把他的形象呢 修建在屋顶上 修建在房顶上 就为了争宅辟邪 有人说呢 嘲讽长得非常的丑怪 所以也有人用他的肖像 来挂在门上 来做避邪用 也有人说 他有着凤凰的形象 他是鸟的化身 生平好险 所以喜欢站在高处 龙的第四个儿子呢 就叫做普劳 是龙呢 连赖蛤蛤蛤不放过 啪啪啪生出来的孩子 这个普劳 虽然说他是龙种 但是他的胆子非常小 每次遇到什么危险 或者是每次遇到什么危险到他的东西 他除了逃跑 他还会大声乱叫 而且他的叫声还非常的红亮 据传说呢 他非常害怕鲸鱼 所以古代人呢 就常常把他的形象呢 雕刻在大钟上 然后再把鲸鱼的那个形象呢 雕刻在钟锤上 所以当这个钟锤一敲这个 大钟的时候呢 就好像表示 这个普劳 看见这个鲸鱼那样 叫得很大声 这样的话 就会使钟声变得更加响亮 龙的第五个儿子呢 就叫做双尼 他是龙跟一头狮子生下来的孩子 而酸鱼呢 他平时最喜欢这个东西呢 就是喜欢在香炉上吸烟 抽烟 也因为这样呢 很多古代人呢 就把他的形象呢 雕刻在 铸造在这个香炉顶上 传说 酸鱼的五粒呢 是龙生九子里面最能打的一个 也记载过他平时是以老虎 以花豹为他的食物 一般的恶龙呢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也因为他如此凶能 所以他很常出现在一些 法教的法座 法器上 以助避邪压杀 而有的大户人家呢 会把他的食像呢 雕刻在那个自家门口 以看载铺远 龙的第六个孩子 叫做碧溪 是龙跟乌龟啪啪啪生出来的孩子 碧溪呢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 就是他力大无穷 可以背得起三三五粒 而且他平生最喜欢的就是背东西 传说呢 这个碧溪在上古时代呢 就背着这个三三五粒 在江河湖海里雨风着啦 后来呢 大鱼治水的时候呢 他就被收服了啦 他服从大鱼的指挥 推山挖沟 输通河道 然后为治水做出贡献 洪水制服了呢 大鱼担心啊 这个碧溪又会到处杀野窝 所以就帮来顶天立地的巨大石碑 在上面磕上大鱼治水的攻击 就叫这个碧溪来背着咯 这样子碧溪一旦背起这个大石头的时候呢 因为太重 所以压着他不能随便行走 也因为这样呢 在古代很多石碑的鸡座呢 都是有雕刻着碧溪的形象 龙的第七个孩子 叫做碧溪 是龙跟一个母老虎生下来的孩子 传说呢 这个碧溪呢 很重义气的 急功耗义 能辨明是非 而且喜欢行侠仗义 虽然呢 这个碧溪看起来啦 就是一个百兽之王的样子 但是他生平不喜欢打架 他喜欢劝架 他最喜欢的东西呢 就是喜欢去那些衙门啊 帮着一些官啊 兵工办案 所以古代的衙门呢 可以在公堂上呢 或者是监狱上呢 都会雕刻着 碧溪的那个相貌 以示公正言明 毕竟碧溪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龙的第八个儿子呢 就叫做傅系 是龙唯一一个跟龙一起生下来的孩子 傅系呢 是一个继续式来圣品后门 的一条龙来的 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名家诗文啊 或者是一些石碑啊 那些很出名很失明的石碑上 看到他的那个雕像在那边 因为毕竟是非常喜欢那种 闪月着艺术光彩的碑文 所以他甘愿画作图案 来衬托这些博士的文学整品 也因为这样这些文学作品呢 有了他的衬托之后呢 就变得更加优雅 更加典雅 更加秀美 传说中呢 他跟他的六哥碧溪的感情非常好 因为他的六哥碧溪呢 是喜欢背着大大个的石碑嘛 而他又很喜欢那些石碑上面的那些 很特别的文学 很出彩的魂学哦 所以古代呢 常常把他们相配在一起 也显得更加壮观 龙的小儿子呢 就叫做吃文 他是龙跟一条鱼生出来的孩子 他这个孩子呢 长得像一头鱼形的龙 也有人说呢 他就像一个被剪掉尾巴的蜥蜴 他最喜欢做的东西呢 就是吞消万物 吞食万物 然后每天就寻找可以吃的东西 除了喜欢吃人啊 其实他更加喜欢吃的东西呢 就是吞食火焰 所以因为这样呢 古代人常常会把他的形象呢 建筑在那个脊梁上 因为如果把他安在那个脊梁上呢 就会有消灾灭火的寓意 但是人们也怕他连房子都吃掉哦 所以呢 他常常都会配着一把大宝剑 把一把大宝剑插在这个齿纹的背上 以固定他在房子上 不让他到处移动 不让他连房子都吃掉 好啦 所以以上就是龙生九子 龙的大儿子到龙的小儿子的故事 以及他们的那些特别之处啦 如果你们大家有什么疑问的呢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想法或感想的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一起讨论讨论一起了解一下 除此之外 如果你们还想听别的故事呢 或者是想看我拍些什么类似的影片呢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我会尽量满足大家 好吧 所以我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喜欢影片的朋友们呢 记得留言按赞还有分享 还没有订阅我的呢 就记得订阅啦 如果已经订阅的呢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我会不定时发放影片 也记得追踪我的IG哦 好吧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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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